大家好 今天是6月27号 现在晚上9点半 在纽约皇后区 弗兰西斯路易斯 大到这里 发生了抢劫 在他对面 警察在那里 现在过去看一下 发生了抢劫 6个人 10刀抢劫 吓死你 好 现在是红灯 街上人比较少 我们熟悉的 涵亚龙超市就在附近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好 行政可以过了 哇 这个车开得飞叉叉的 还是要等一下 嚇死了 警察在那里 说是骑着滑板车 踏板车过来抢劫的 6个人 其中2个人是骑着滑板车 警察 这边是民居 好像是老外被抢 这是哪里 39大道 抢劫好吓人 警察在这里 被抢劫了 事情是这样的 外卖员 华人外卖员被抢了 他是送外卖的 被几个其他主义的男子抢了 然后他现在到警察局去走笔路去了 警察在前面 这个地址就是39街和这个弗朗西森路易斯 这边 这个社会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我们中国人真不容易 住在旁边的邻居都出来了 因为说听到外面 很大声在这叫 邻居觉得好恐怖 你看这边都是住宅 很不错的区 这边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摩托车是一个送外卖小哥的 大概是四五十岁一位华人 旁边刚才给警察录笔录的那几个 也不是说录笔 给警察讲解的老外是帮华人报警的 他们是走在马路对面看到的这个情况 然后这位华人他又不会英文 老外非常好 就通过手机翻译软件 帮他报的警 然后警察来了 然后再录口供 这个送外卖的朋友去警察局了 去警察局了 去警察局了 哎呀 真不容易 你看 真不容易 然后 希望这个 送外卖的这位华人 平安无事 出门大家要小心 真的 这个纽约治安太吓人了 你看这边算好去 算好去 刚才正在这的时候 又收到那个老外警察的那个社交媒体上说 二十大道那边又发生了持枪抢劫啊 太恐怖了 好 你给警察点个赞啊 你给这几个老外点个赞 啊 警察还在这里忙啊 给警察点赞点赞点一万个赞 我们走过来的时候 周围这个住户也在问啊 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啊 说 就跟他讲嘛 是六个 相当于青少年抢劫吧 你看 这个区是好区啊 朋友们 是在北塞啊 这边住的都是 不是工薪摘成吧 都是中产阶级 你看警察还没走 周围的住户 也是很紧张啊 你看 这么好的区啊 发生这种抢劫案啊 好了 现在走了 哎哟